今天朋友送了一些海鲜 然后这其中两只对虾 是特意给家里的小朋友买的 看一下啊 老大个呢 这个最大 然后这个稍微小一点 看一下啊 跟我的手掌比一比 这只虾至少超过 30公分啊 我的手掌到这是20公分 从这到这 然后这还剁了一截 这一只至少两只啊 最少一斤多 看到了吗 特意买给 家里的小朋友吃了 说是小朋友吃特别好啊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对虾 这才是真正的对虾 两只超过一斤 看到了吗 我不知道多少钱啊 但至少应该是要比那个小青龙 还有那个小个的波龙要贵 这是肯定的 这都快和我家的暗板一样大了 特意量一下 差不多有 32厘米啊 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看一下啊 它底下这个爪是 红色的 然后背部有这个 条纹 这应该是海埔的 大对虾啊 这个待遇也是非常的新鲜啊 你看 荧光闪闪的 而且这个待遇非常的宽啊 一会就煮一个 酱油水 这还有一些生蚝啊 我刚刚都已经给开好了 酱油水其实很简单啊 姜蒜苗炒一下 下点酱油 加点水 水开后 直接下入这个大鱼 直接下入这个大鱼 盖上盖子煮个几分钟 出锅的时候撒点这个青蒜苗 生蚝放点我们炒好的蒜蓉酱 这个是金银酱 生蚝我们直接进微波炉啊 先来个三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煮这两只虾啊 姜葱 直接下锅 来点料酒 来几滴酱油就可以 这么大我们给它加上一点点水 稍微给它煮个几分钟 这差不多啦 来点葱花 两只虾一大盘啊 最后再炒个蔬菜啊 准备开饭了 今天很丰盛啊 有一个花隔豆腐汤 一个大堆虾 然后这边是 酱油水带鱼 生蚝 还有一个蔬菜 开始吃了啊 这个虾够大吧 比我手还大 比你手还大 大吗这个虾 很大 都比这个碗大 虾头给我看一下 看这虾头 这上个红色茶 虾糕啊 看到了吗 满满的虾糕啊 来我先看一下这个虾 看一下啊 有非常多的虾糕啊 你自己包吧 那好 好吃吗 嗯 这一只吃下去 你以后米饭 估计都吃不了多少了 少成点米饭 这么大 来看一下那个虾 看到了吗 好多的虾糕啊 好了我们开始吃饭了